随着台湾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 是民众心血管健康越来越重要 为了减少家属照顾病人的负荷 淡水马基医院在上周末邀请民众一起参与听心音找心病的活动 与台湾介入性心脏血管医学会一起全台大串联 办理听心音推广活动 免费为社区长者听心音找心病为长者们贴心服务 随着台湾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民众心血管健康越来越重要 为了减少家属照顾病人的负荷 淡水马基医院在上周末邀请民众一起来参与听心音找心病的活动 与台湾介入性心脏血管医学会一起全台湾大串联 办理听心音推广活动 免费为社区长者听心音找心病 筛检出主动脉狭窄或其他心半膜的心脏疾疾病 提供了心音异常者现场心脏超音波检查 及安排后续治疗服务 为长者们贴心服务 我们的医师也会来做筛检听心音 如果有杂音来发现有没有主动脉狭窄 或者是二间半逆流等等的半膜性心脏病 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现场立即就给他安排心脏超音波的检查 如果心脏超音波检查有问题 我们就给他排进一步的门诊的治疗 万一腰治疗不能控制 我们就会把他安排一种非开胸式的 从筋疲式的主动脉的半膜的支架自幻素 或者是二间半逆流的把他夹住的一些心脏管手术 来解决半膜性心脏病来预防心脏衰竭的恶化 但随马在医院表示 随着台湾人口老化 只要透过听心音就可以发现心脏半膜疾病 而中高龄病患最常见的主动脉半狭窄问题 症状有胸闷 异喘 阴旋 心悸 心杂音等等 就可以透过听心音迅速揪出病因 而也希望透过听心音筛检 能够替社区民众找出心脏的潜在疾病 预防中风及其他危机生命的心血管疾病 同时鼓励大家养成运动习惯 新生灵都可以健康平安 刚才其实也听到我们副院长说 不只是针对心脏的部分 在很多科别的部分都有做相关的服务 那今天也看到非常多的民众来这边 来一起去支持我们马街医院 那同时也来参与相关的活动 来找出我们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那非常感动 其实从马街医院 从之前的健康促进社区的关怀 一直到之前的疫苗的防疫服务 到现在的老人照顾等等 都做了非常多 但随马街医院长期致力于守护社区民众健康 在马街健康日安排心脏内科林书役医医师 向大家传递最新的心脏半膜疾病治疗的资讯 提供有奖侦达 脸书打卡等活动 同时由现场的医师进行听诊 以及筛检出 主动脉挟载或者是其他半膜性心脏疾病 并且提供新阴异常现场心脏超音波检查 还有安排后续的治疗服务 期盼透过推广活动 不仅是让大家知道如何预防心血管病变 更要为社区长辈的心脏健康把关 记者是团一淡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